嗯,HELLO又是喔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隻畫面 坎比元神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拿元神來做比較 因為很多遊戲都畫面比元神漂亮 不過不要緊,我們先不要套租 我們來看看這隻遊戲到底是做什麼 這隻遊戲就叫做 防止亂鬥 大家聽到防止這兩個字應該都心裡都聞到一股伏味 雖然它叫防止亂鬥 但它外面是叫掛機全明星 它也是那種套路 上次《鬼滅》都是這樣的套路 這一隻都是確實是一隻道版遊戲 它就是不斷用不同的名字來蒙混過關 被人檢改不怕的 就刪除另一個名字的遊戲 然後再用另一個Logo 用另一個名字再放一次 不過它裡面的內容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加上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整版都是密密麻麻的紅點 按鈕都聞到一股伏味 不得不說這隻遊戲 頗容易抽SSR 你見到我玩了一陣子已經是一堆SSR 但是要SSR 加才是用得上場的 所以SSR就等於平時的SSR 不過這隻遊戲 你可以進階上去 即使你是抽一隻SSR的角色 這樣兩隻合在一起 這樣就會變成一顆星 看到嗎?上面有一顆星 嘩!它這樣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升到SSR加 你看到我這個冰獎 它已經是SSR加 但它要多一隻冰獎 再加上三隻同屬性的角色 才可以再升上去 可能會給他多一顆星 唉... 總之這隻遊戲做人不要課金 盜版遊戲 收皮 它真的不會有任何補償 而且它可能會忽然被人收皮 只要有人檢舉 例如我去檢舉 我會檢舉自己 因為我可以改 既然敢侮辱我們國家主席 我們懷念他們 我覺得這隻遊戲唯一的好處就是 它就是言論自由 你可以打什麼名字都可以 因為你知道這些名字 你是不可能打到的 任何遊戲 正版遊戲 你是不可能打到這個名字 這隻遊戲 竟然有 豈有此理 我都要檢舉 你死定了這隻遊戲 我會舉報你 有課金的人就自己小心 可能明天就不見了 那隻遊戲 看看人們說什麼 這隻大概是我 在手機上最好王的 道路版遊戲 很漂亮 既然它說這麼好玩 我不如來看看怎麼玩吧 不過我主線已經不能再打 因為它已經限制了我的等級 我現在21 但是它要22才可以拿 那怎樣升呢 就要掛機 掃檔 這隻遊戲也是要掃檔的 你看到下面有個寶箱 這些你平時登出都會繼續打 自動打 這些都是放置遊戲裡面 最常見的功能 我就卡在這裡 我想應該要過多半天 或者明天才會開到 所以我是不可能再打到主線 主線都非常簡單 都是給大家爽一下 這些遊戲通常都是 一開始很爽 然後到了中期就會開始 要你課金 你不課金 你的進度是會極之緩慢 我們打一打這個 這是什麼所謂的塔 你看到不斷打不斷打 可以打上去 我們來戰鬥畫面 完全是鬼滅的玩法 只是換皮 然後你看角色鋸齒 畫面堪比原神 你真的回去睡覺吧 我們回正常速度 非常之美 畫面堪比原神 嘩 這麼美的畫面 怎麼可以只有我看到 大家都要分享 我都要分享給大家 而大忌獨畫 莫名其妙 這場太快了 再給大家一次看 冰獎 空氣斬 冰獎 如果一早就認識這招 就不用特地飛上去砍人的後頸 不用繞到別人的後面 直接飛去天空 開這招 就全部斬了 不知道為什麼 冬堂會巨大化 不宜遊戲去了哪裡 還有冰獎 為什麼剛剛整個爆船陀螺 都這樣 然後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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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就是下面的能量條 換了就可以開大忌 但是沒有人會自己手動 一定是全自動的 還有加速 跳過就要60 那60 我想起碼要玩一個星期以上 才會拿到 或者直接課金VIP 沒錯 有VIP 所以 不用多說 有VIP的遊戲 100%是垃圾遊戲 再看看角色 冰獎死人樣 進來都還好 都算OK 不過都是非常醜 但這個已經是畫得最不錯的角色 你看看 阿Danger 神經病 快點給真人做一整對眼吧 五代光手 他有沒有看火影的 五色的人還以為這個是第五個光手 前面有一代光手 兩代光手 那你為什麼不叫卡西 叫六代卡卡西 然後雷影 就叫四代雷影 他前面會加雷影 那為什麼不加五代火影光手呢 總之那些納繪都是非常醜 他沒有一個漂亮的 只有正常 和醜 這兩個畫風 那這個炎柱大哥 算是正常的那個 不如我們看看有什麼動物 這個是作馬 忽然間忘記了這套東西 叫什麼名字 鋼之煉金術師 鬼滅 聖鬥士 SAO 奇亞 我忽然間忘記一套作品名 不要緊 盡力的巨人 銀魂 咒術 龍珠 死神 海賊王 火影 血神 弓 這是拳王 草薇 草薇 那大致上就像這樣 就有剛剛多的作品 箇向他們 我猜他們將來會出 不同的動漫合作 因為這遊戲沒有廉恥 一定會把所有動漫都放進去 你最需要等待 可能有一天就會看到你喜歡的動漫放進去 不過呢 可能在之前已經被人收好皮了 因為你不知道這遊戲會不會被人舉報 還有畫質畫得很醜 它也有PVP的 我來打一場給大家看 一開始我看到上面的動畫完整 我在想什麼是動畫完整 然後關掉它 我就知道了 原來就是不會有個突寫 現在是沒有突寫的 但你開了之後呢 你會看到左邊有個突寫 原來這個叫動畫完整 這個叫動畫 那我也會畫動畫 太厲害了 完全是把鬼滅的系統搬過來 再賣 太厲害了 獲得果 果然是盜版大國 太厲害了 太屁股了 它就是一個世界BOSS的玩法 總之就是那些東西 一隻打不死的BOSS 就要你不斷擦傷害 這樣 其實已經大致上說完所有玩法 總之就是非常無聊的掛機遊戲 一定不會建議課金 因為盜版遊戲 就完全沒有廉恥 加上是 你不知道它會不會收皮 不安全 還有它可能會偷你的手機資料 要玩都是在模擬器 或者是不用的手機上面玩 都是不要課金的 因為你就算要課金 你也要課很多錢 你就不要想課 少少東西就可以有好好的體驗 不要傻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玩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Nik 拜拜